对于车有一定了解的朋友会发现 自己车上有一个叫汽车电子稳定控制系统 ESP的配置 其虽然不像发动机起停式的频繁使用 但其却可以在车辆即将陷入危险时发挥作用 频繁使用的发动机起停设计一个开关情有可原 但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车身稳定系统会有一个开关 什么情况下又该关闭它呢 下面就跟大家说一说 什么是ESP作为车身电子稳定系统 其可以一定程度上控制车身的稳定 比如东西车辆在摩擦力较小的结冰路面行驶 轮胎打滑会让车身的运动方向不受控制 这时ESP就可以干预为打滑车轮 从而帮助车辆回复到可控状态 以保证行车安全 什么情况下需要关闭ESP 一车轮陷入泥塘或沙地时 这时候车轮是打滑状态 上面也说到 车轮打滑时ESP便会干预 会认为车辆处于不受控制状态 这时电子系统通过对比各个轮的转速 立刻自动减少节气门进气量 降低发动机转速从而减少动力输出 所以这时候即便你将油门踩到底 可能也很难脱困 遇到这种情况时 就需要关闭ESP 二飘移的时候也需要关闭ESP 因为飘移时各个轮的转速各不相同 而且差别较大 汽车的电脑不想是人脑 并不会分辨你想干啥 只是发现车轮有打滑现象 便会去尽量降低这种轮速的差别 所以如果ESP进入 在飘移时很难做出漂亮的动作 三雪地行驶 很多车会安装防滑链 防滑链的原理就是将车的重量集中到几个点上 这样便能增大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力 当安装上防滑链时 可能会导致安装在轮胎上的轮速 横向加速度等传感器检测信号失准 很可能影响ESP 所以需要关掉 你的车上有ESP按键吗 事实上ESP的叫法是在国内较为流行的 但并非所有的车上都叫ESP 而且在一些车上ESP还是无法关闭的 国际上一般都叫ESC 但不同的厂商都有自己的个性 如本田叫VSA 丰田叫VSC 日产叫VDC 宝马叫DSC等 不过大致的原理都差不多 猜渐 并非所有的车上